近日有关龚俊的过往视频被扒出,有网友发现龚俊去日本游玩的时候,疑似进入了当地某地参拜的神社,引起很多争议,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提出质疑。 随后龚俊本人及时回应了这场风波,发言以前不曾,未来也绝不会进入。 龚俊发声否认了自己进神社,还转发了工作室的严正声明,龚俊及时辟谣澄清。 这个态度是值得肯定的,工作室在声明中指出,龚俊当初拍vlog地点是清水四商业街,入境的画面是龚俊购买抹茶冰淇淋向前走的过程,对于后面的背景没有任何关注。 言外之意是龚俊没有去所谓的神社,只是在买冰淇淋附近有一个路标而已。 总之工作室的澄清有理有据,很有说服力,所以说龚俊确实挺冤枉的。 总而言之龚俊之所以会受到某汉的牵连,主要因为山河令在那个时候确实太火爆了。 而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,某汉和龚俊的印象是最深的,所以下意识中就把两人捆绑在一起了。